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是2017年7月27 今天台股大漲 大漲的89點 占上10500點 到底這個後市應該如何研判 我們先直接切入股神系統 看他告訴我們這格局什麼格局 我們請看股神系統畫面 今天是一個一多兩多 下面兩條線一條跌破一條翻多 第一條翻多 所以是一個兩多一空的格局 格局怎麼樣 我們看下檔有很多的買進訊號 我們前天跟他講過對不對 下檔他有很多的買進訊號 支撐著大盤不會重挫 股神曲線今天拉的比較長了 比較安全 多頭強勢 稍微比較轉強的態勢了 當然是比較正面的 所以我們看今天的格局來說 算是比前幾天都好很多了 讓我們再看電子股 電子股就是2300 好 電子股架構 比大盤更漂亮一點 因為他沒有中線沒有跌破 下檔有123最近有三個買進訊號 但第一條曲線他並沒有跟大盤一樣那麼長 有沒有大盤比較長一點 當然大盤的長多頭比較強一點 下面兩條線卻比較脆弱一點 跟電子股電子股感覺比較整齊 那大盤比較沒那麼整齊 但整體來講都比前幾天好太多了 那我們今天盤面上的主角 是什麼股票 我們看股成系統來看一下 今天盤面上的主角 有看到一檔亮燈漲停了嗎 喔 廣宇 今天盤面的主角 因為他很早就亮燈漲停 所以成交就亮有點縮了 不然他在很前面的 今天盤面上的男主角 唯一的男主角叫廣宇 或叫鴻海集團 今天鴻海集團有兩檔股票 攻上了漲停板 我們看第二檔就是金頂 鴻海集團的金頂 那我們看這兩檔股票 在盤面上 撐起了相當大的人氣 所以今天你會看到 所有人都要講廣宇這款金頂 好 廣宇怎麼研判 那我們先看圖卡 今天廣宇當然是很強 很快10點多 就攻上了漲停板的 非常的漂亮 我們看一下他的K線 哇 這個地方盤整了很久 盤整了4個多月 今天這根紅棒這個量 今天這個量非常的大 今天的量有這個 這個5萬多張 這個量是平常的大概25倍 昨天的量只有2,242張 今天有5萬3千張 比平常比昨天增加了25倍 所以今天排面上 最強勢最引人注意的多頭股票 就是廣宇 你今天看每個人解放都會講廣宇 廣宇怎麼研判 那我們看圖卡 來 今天的這個新聞 郭董去過白宮的躲雲行辦公室 他要去赴美設廠投資了 我想最近的郭董比蔡英文總統紅太多了 他還跟美國總統川普見面 這個小英還見不到 所以郭董最近非常的火紅 今天的報紙 郭董要去美國投資 投資什麼地方 他說他去過白宮的躲雲行辦公室 他要去美國的微州投資100億的美金 這3000億台幣左右 所以這個新聞一出來 整個盤面的重心 選股的方向突然又往紅海集團去跑了 所以你看今天紅海集團最強勢 但是我們面對這樣一個盤勢 你不能等收盤 我現在解盤才知道廣宇很強 你想要買廣宇 那你可能就要參加一根停板以上的 那怎麼來研判這支股票廣宇 那我們請看 股市的贏家操作一定有依據 這個依據不是消息面 不是新聞 也不是報紙 如果你看了報紙才要去買 動作說真的會太慢 那有時候報紙真 有時候報紙假 你也不曉得消息到底是正面還反面 那有時候盤中拉抬一下 最高點就開始崩盤 所以不是看報紙的 這個依據 他不是報紙 所以你不要搞錯 操作有依據是看報紙 不是這個意思 好 股市贏家操作一定有依據 不如你想知道 早知道不如你想知道就知道 今天一定很多人後悔 哎呀早知道買廣宇就好了 我盤中已經發訊息出去了 一早就發訊息了 我們會員買進廣宇了 今天盤中我還特別發六星販多的股票 我要跟大家講 有的第一天剛剛販多而已 這檔股票就是廣宇 有的販多很久了 創意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這個格局你要怎麼來研判 買10如果沒有依據 賣的時候就被看情緒了 這就是股票市場輸家的行為 好 股票市場賺錢的鐵三角 第一個要正確操作觀念 第二個要怎麼樣 正確的操盤的工具 這兩個做基礎 你才能夠產生正確操作 你才能夠成為股市的贏家 好那問題來了 請問今天 在股神系統裡面 廣宇是呈現什麼樣的態勢 你想知道嗎 你看剛剛那張圖 你看第一張圖 你一定不曉得怎麼操作廣宇 對不對 你看這一張 你知道怎麼操作廣宇嗎 為什麼這邊的紅棒 紅棒都不能買 最後還是跌下來 為什麼講到這根紅棒 就變可以買了 這根紅棒到底有什麼特殊 當然在股神系統裡面 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到這個答案了 股神系統裡面 它到底呈現什麼樣的態勢 我們請看廣宇 有沒有看到了 廣宇的反壓大不大 非常大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最近連續出現四個反壓 最高反壓 在這裡 28.15 這個是27.2 27.3 27.6 最高的反壓就是 28.15 當然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30塊 這個我們就先不談 最近這轉空以後 四個反壓 1234 28.15是最高 那我們看這張圖是盤中 9.1429秒印的 有沒有看到這邊的時間 9.1429秒印的 當時 28.4 今天收盤是30 當時28.4 你看得懂這個已經突破了嗎 28.15 28.4 這個突破了啊 那突破的時候一定要三線翻多 我想這個概念 我已經跟大家講過很多次了 突破的地方什麼叫突破 如果跳空帶上長紅 同時一定要三線翻多 跳空三線翻多 帶上長紅三線翻多 都可以 一定要三線翻多 沒有三線翻多 不行 那請問今天的廣語 你再看這個時間點 9.1429秒 請問他有沒有三線翻多 有啊 這是一個紅色的買進訊號了嗎 頭這邊 這時候就是你應該動作的時候了 當時的價位多少 你再看一次 有啊 我當時印的時間就是28.4 後來又漲得到28.5 我們花會也買進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周線 日線 周線 周線也漂亮 這個反尼亞也突破了 原來這個地方整理還是一個多頭整理 這個地方怎麼樣 這個反尼亞 這個27.35也被突破了 當時29.3了 日線 周線來到29.3 日線一樣來到29.3 這時間是9.56分 這個24秒 這個時候 投資朋友我怕有的人沒有買進 買盤太強了 昨天2200張 今天53000張 所以我怕貨員買不到 再發一次口訊 29.3上下你可以買 剛沒買到你可以買 這個多頭已經確立了 第一天三線翻多 懂意思嗎 所以很簡單 我們今天就把 廣宇這個格局講完 買了時候有依據 不是隨隨便便的 依據什麼 依據股神系統三線翻多 碰到很多反尼亞要跳空 或帶量長廠突破 這都不是今天講的 我們跟大家講這個理論 今天印證在股票上 又沒有問題 又是對的 廣宇 廣宇今天攻上漲停板 有看到嗎 再看一次 你們看到今天廣宇 攻上漲停板了 好漂亮 30塊大家好開心 所以買股票 如果你有依據的買股票 投資邊 你才能夠成為股市裡面 真正的贏家 這個依據不是報紙 不是新聞 不是內線 你要靠內線交 有一天就抓去關了 那不行 靠什麼 靠再看一遍 靠 正確的操盤工具 你剛剛已經看到股權系統 日線周線都翻多一條 突破反的 靠正確的操作觀念 投資邊 什麼是正確操作觀念 就是張宇明股市一路600折 剛剛這些觀念 都在張宇明股市一路600折裡面 都有講到的 有沒有 像這些 有啊 這個都有講過啊 不是嗎 有齁 這都是我們在股市一路 常常講的觀念 對不對 常常講到的觀念 張宇明股市一路3 買時沒有依據 賣的時候就看情緒 對不對 你要成為贏家 一定要正確觀念 加正確操作 這個都是我們在圖卡裡面 常常講到的一些觀念 那我們看上一次 張宇明買廣宇的時候 當時在哪裡 我們再看這張圖 我們看這張圖 當時在哪裡 當時這一根 就這一根 有沒有 我已經等了很久 但拉幾天之後就沒有了 這幾天就結束了 那我們看當時的操作 在這裡 看到嗎 當時操作幾次 3月8號到3月23 喔 操作很多次 普通會員 特別會員 總統會員 特別會員兩次 普通會員兩次 4塊3塊2 7塊多 做多那一段 後來疊下來的時候 有錯一筆 但是還是賺錢的 因為這邊已經對兩次了 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說股票市場裡面 有一個正確的操作觀念 這個叫什麼 就張宇明股市一路 他跟你講 就是我節目裡面 常常跟大家講的操作觀念 講什麼 講這些東西 好的獵人 要懂得安靜的等待 這是賽德克巴萊 開場白 這部電影開場白 講的第一句話 好的獵人 要懂得安靜的等待 所以當他沒有多頭的時候 你就乖乖的等 你急也沒有用 你再看一次喔 那怎麼判斷他沒有多頭 你看這張圖就有答案了 有沒有看到 喔 這邊的格局是不對的啦 上檔反壓根本沒有克服 所以你這邊搶也沒有用 等到這根反壓克服了 9點14分29秒 有沒有 他就準備要攻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你有時候等沒關係 等待嘛 就行情沒來啊 車子沒來你急也沒用啊 你是不是要等好幾個月 車子來的時候很簡單 要趕快跳上車 你不上車你就準備幫人家抬銷 做股票是坐在抬銷 讓人家抬 不是去幫人家抬銷 所以你要懂的 第一個時間要上車 這是很重要的操作觀念 那怎麼判斷這個時間點 怎麼知道這個地方要上車 當然就是要靠什麼 靠股神系統的一個幫忙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說 股票的操作技巧是什麼 就是啊 張愛民股市路71號 列車一啟動 你就知道要上車 就像今天的廣雨一樣 更要知道什麼時候下車 轉空的時候 就是你要下車的時候 今天是第一天剛翻舵而已 這次的兜頭會走多久 我沒有預設立場 搞不好15天搞不好一個月 搞不好三個月 跟亞光一樣 一走三個月兜頭 一漲漲一倍 張愛民如果廣雨漲一倍 你會不會在裡面做很久 操作很多次 一定會啊 那如果股票漲10天就結束了 你會不會要幫他包好幾個月 絕對不會 我可能會對很多筆 錯一筆 有可能 轉空我就不做了 就這樣做 每次都這樣做 每次都這樣做 你自然就成為股市的贏家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說 股票操作技巧 張愛民股市的71 列車一啟動 你要知道上車 更要知道你何時 應該要下車 那我們再舉第二檔股票 來做例子 亞光 還記得嗎 這一段亞光大漲了一倍 那麼這一段的操作應該怎麼樣 就這一段啊 張愛民你這段怎麼都不買 這段反而要這麼重怎麼買 就跟這個地方一樣 這根紅棒拿起來我才會買 當然我事前知道他很準備要漲 三個買進去要出現了 開始一漲 這一段我就乖乖給他抱上來 那請問乖乖抱上來 會不會得到很多的財富 應該會吧 一月七十七到四月二十五 這一段我總共做了九次 特別會員 普通委員做十次 賺106% 普通委員做十次賺117%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 九次 十次 賺一倍了 時間多久 兩個月又六天 不是六天啊 不只六天啊 這個兩個月又八天 一倍 一倍 幾趟 做十趟 這就是股票市場 操作的方法 正確的方法跟技巧 懂意思嗎 好 當然你很關心那些雅光呢 雅光還可以做嗎 這樣你做那麼多次對不對 好 那雅光現在還可以做嗎 我們看一下今天是7月27 你看他多頭格局 週限來講 多頭格局沒有改變啦 日線盤整沒有錯 日線這邊盤整了三四個月了 盤到今天7月27號 今天7月27號 2017年7月27號 盤到今天 你告訴我什麼格局 有沒有看到三線又再入販多了 這裡有沒有看到三線又再入販多 變成紅色的棒子了 我們看電腦好了 來 88進股線系統 來 好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紅色棒子就出現了 有齁 今天是不是又出現一個紅色棒子了 那我們說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第一條線比較短 代表上檔盤量比較重一點 但今天又再度三線換 他已經盤很久了喔 這盤了你看盤了幾個月 盤了四個月了 今天再度三線換多了 投資朋友 這股票叫做亞光 那請問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開始我選擇做多 就這麼簡單 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看下一檔 下一個圖卡 誒 志勤 志勤 漂亮耶 投資朋友 志勤創新高有沒有 昨天26號出席 創新高了 華年全息 創新高就是每一個人都賺錢 天啊 下檔怎麼這麼多馬英勳 懂意思嗎 所以面對這種股票 你要做什麼 當然做多啊 難道會有第二個選擇嗎 就是很簡單 就是做多 志勤 日線看一下 周線看一下 誒 有沒有問題 周線也是很多馬英勳要出現 今天拉會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啦 不會怎樣 你看一下這格局有改變嗎 沒有啊 這格局哪有改變 這格局有任何改變嗎 這格局沒有任何改變啊 投資朋友 格局完全沒有任何的改變 這個叫多頭格局 所以很簡單怎麼做 就這樣做 給他抱著 你看這多頭這麼長這麼強 你要懷疑他什麼 投資朋友 所以我們說很簡單 我跟大家講過 有一天 有一天你會看到志勤發利多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利多了 漲一波上來 有沒有漲一波了 你再看一次喔 有沒有漲一波上來的 有啊 怎麼會沒有漲一波 漲一波上來的啊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過 當漲一波之後 你會看他利多發布了喔 真的嗎 張宇敏真的有這種事嗎 你告訴我 有沒有看到今天新聞 志勤今年的獲利啊 看哪 看證 強勢啊 填襲 利多來了 可能要這個新藥跟這個簽約 跟亞洲很多藥廠要簽約 錢力金可能會入袋的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利多消息 就出來了 那出來的時候 他檢視告有沒有山運轉空 有沒有這個 股成縣越來越弱 如果有人就要出掉了 利多不漲就要出場 那如果股成縣還很強 很簡單這時候就乖乖給他抱著 因為還沒有跌破嘛 懂意思嗎 上一次志勤操作 我天啊 104年 102年到104年 總共花兩年又四個月 等於幾個月 等於28個月 28個月做19趟 平均一個月做不到一趟 趙利民做股票是為了 贏錢幫會贏錢 我不是為了操作來表演的 每天都要做 每天做會死 我不是這種人 28個月做19趟 一個月做不到一趟 你看我多認真 多謹慎在操作這兩個股票 你從你就可以看出來 沒錯啊 沒錯 兩年102到104 7月到11月 總共花了28個月 這麼小心做了19趟而已 每一筆都贏 總共賺了565元 這個太恐怖了 當時股價只有244 我們的獲利加起來已經 560幾塊了 懂意思嗎 好楊智 這很漂亮的股票 這股票我們昨天出場 但是多頭格局還沒有走完 準備22出場 好 新唐一樣 我們昨天做出場 短線做一個出場 新唐這樣一小段而已 張愛銘這段都不買 反壓非常的沈重 你看到這一段嗎 這一段如果買進去套在裡面 連動彈不得 這一段開始有錢賺了 我做這一段而已 也沒做幾天啊 做幾天 19到26 7天而已嘛 各級會員都有 普會的 總統的 特別會員的 單股會員的 你看已經做幾次了 懂得沒有 所以我們說很簡單 股票市場 會不會就是一座橋 這座橋你可能一天走過去 也有可能三年走過去 也有可能十年走過去 也有可能一輩子 都走不過去 這邊代表不懂 這邊代表懂 有些人走這段橋 走一輩子都還沒有走過去 他到他離開股票市場 還不會操作 那有的很聰明 他會怎麼樣 他會利用好的操盤工具來幫助他 他可能一天就懂了 原來股票這麼簡單 就看就知道了 幹嘛要想半天算半天 這買進去要很多很強勢對不對 就會漲上去了 廣語對不對 今天為什麼會漲停板 原來這根紅棒突破所有的反力 所以9點14分我就知道了 我就趕快寫單子 叫會員買進這段股票 原來如此 所以我們說有些人 在股票市場裡面 他從不懂到懂走一輩子 十年二十年都還沒有走過去 為什麼 他就任對二賣打不通 講不聽 跟他說很簡單 有一個好的操盤工具來幫助你就可以了 講不聽 看不起電腦 他覺得我們台灣的金管會都已經核准 機器人頭顧了 下一次你會看到機器人頭顧 9月就第一張牌要下來 以後機器人來幫我們下單了 操作股票了 所以要跟著時代進步 用好的工具來幫助我們 你有沒有發現股神系統就是好的操盤工具 當然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你可以聽聽馬雲怎麼講 大概廣告放馬雲給大家聽 看看馬雲怎麼講 機器人的問題 他的觀念是什麼 他叫我們不要跟機器人拼 用他來幫助我們就好了 所以很簡單 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找到一個能夠幫助你的人好的操盤工具 我想你就可以很快 達到成功的彼岸 可以走過這座橋 由不懂到懂 我們看看馬雲怎麼來講 機器人幫助人的事 說你要用機器人來幫助你 不要跟他對抗 就像你要買一套好的股神系統 你不要跟他對抗 看股神系統準不準 要跟他對坐 千萬不要做這種傻事 那你可能就中不到股票上的錢 就很可惜 我們聽聽馬雲這段話怎麼講 你不要去愚蠢到跟機器比誰力氣大 你沒機會 要跟機器比誰跑得快 你沒機會 要比誰聰明 你更沒機會 機器永遠記得比你老 它不會忘掉 機器永遠算得比你快 機器永遠不會生氣 你下圍棋 人家是搞了500個腦子跟你下 他又沒有情緒 所以我們下圍棋的目的 就等人家下一步湊棋 我搞一搞 結果人家永遠不下湊棋 有什麼意思啊 所以我自己覺得 機器必須要做的是 人類做不到的事 大與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賣向 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今天盤面上的焦點就是鴻海集團 我想大家一定很關心 鴻海集團的股票應該怎麼做怎麼看 如果找到鴻海集團裡面最強的股票 現在鴻海集團這股票裡面 哪個是OK的哪個是不OK的 我們展示給大家看 我們請打開股神系統 這個主畫面 這邊裡面有一個 新增分類 裡面有一個集團類股 有沒有看到集團類股 進來裡面最後一個就是鴻海集團 那我們鴻海集團裡面 從第一檔鴻海開始來看 到底鴻海集團裡面 哪些股票是翻多的 哪些股票是沒有翻多的 888進股神系統 鴻海翻多已經好幾個月了 是不是好幾個月了 沒錯嘛 他已經翻多好幾個月了 這一段期間你看畫面這一段 除了這個中間 除了中間 有稍微四天的跌破之外 其他都沒有OK 都沒有問題的 都是在多頭格局 所以這段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來我一把這台電腦處理一下 所以我們這段鴻海集團很漂亮 我們看下一檔 廣宇就今天的藍處角 廣宇什麼格局 廣宇正式翻多 我剛剛解釋過了 今天 如果你之前不買廣宇都是對的 今天你沒有買廣宇就可惜了 我們會已經進場了 我還怕他買不到還發第二次口訊 第一天翻多一定要趕快進場 如果你辦好手續 昨天以前你今天一定買到廣宇了 沒有辦好的你真的很可惜 我們看下一個 紅準多頭泰勢不強 因為法尼亞區就在這裡 還沒有很明顯的突破法尼亞區 碰到法尼亞區這裡 應該跳空或帶上長紅 目前三線翻多 但泰勢不強 正威還在空頭看到嗎 所以這種股票你是不能碰的 還有三個法尼亞還在空頭格局 立台一樣空頭格局 健翰翻多泰勢不強 因為法尼亞沒有克服 法尼亞就在這裡 21 20.6 20.4 20.1 今天20.5 21還沒有突破 空到法尼亞要跳空帶上長紅突破法尼亞區 這個很顯然還沒有 這個很顯然還沒有 群創空頭格局 漢遜 一多兩多兩多一空 大漲一波之後 這段短短期間漲76% 今天如果算到這個高點 可能快漲90%了 這一段短短一個多位漲76% 今天收盤36塊 從20.5到今天36塊收盤 漲了76% 這段多頭格局還是很漂亮 慢慢中線跌破 目前假跌破 第三線有點轉弱跡象 所以小心第三線不能跌破 但跌破會先多頭整理 好 威強空頭格局 這段短短會跟你講廣語 不會講威強 為什麼這格局就不對 你看得出來嗎 這格局是不對的 好 首例一樣格局不對 真點 三線翻多但是反壓很多 反壓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反壓沒有克服 所以在明文買廣語我不會買威強 我不會買真點 這格局就不對 看就知道 對不對 好 政達一樣反壓沒有克服 翻多了反壓在門口沒有克服 台陽一樣翻多了反壓 三個兩個反壓在門口沒有克服 華漢已經漲一波上來 271到今天460 這段已經漲27% 目前就是一個多頭格局 還蠻強勢的 好 農創 12345 五個反壓 所以我不會買這種股票 所以股票市場的人輸贏在哪裡 就是你買對股票還是買錯股票嗎 你買對股票你就贏 你買錯股票你就困在那裡 所以你發現如果你有能力很快速 判別一段股票多頭空頭 對你的操作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政達明會不會買龍創 不會啊 我知道很多分析師在介紹龍創 你買進去全部套在裡面 為什麼 這格局就不對啊 12345 五個反壓 有跳空帶上長紅有三線翻多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你進去幹嘛對不對 這個一樣 翻多了 反壓沒有客服 因為門口兩個反壓 好 GIS 我上次提醒過 這根紅棒講完之後 就正式翻多 到現在這個多頭格局都沒有改變 以上 翻多但是啊 反壓40.5 他沒有跳空或帶上長紅 這紅棒又打下來 有點可惜 金頂多頭格局今天攻上掌平板 已經翻多有快20天了 好 雅耐電 上檔兩個反壓 東捷 三線還沒有翻多 上檔剛好20塊次 今天收盤 21塊多這裡有好幾個反壓 還沒有客服 這個一多兩空上檔出現反壓 陽城也是很漂亮翻多的股票 都沒有 有沒有 有微還沒有 鴻海 好我們把鴻海集團收股票講完了 最強是 什麼 廣瑜 還有什麼 陽城 鴻海集團也是多頭 但是沒那麼強 已經漲一波了 GIS也是對不對 金頂也是 其他不要看 像剛剛花了多久時間 不到兩分鐘就搞定了 有沒有找到最強的股票 有啊 這是不是正確方法 絕對是的 肯定是的 投資朋友 所以很簡單 股票上的錢不是很困難 你只要把方法找對 我想要賺股票上的錢是很簡單的 好 再講一遍 股票上從不懂到懂 就像走過一座橋 這座橋有人走一輩子還沒走過去 有人聰明的走三天五天 可能快的 兩天就過去 一天就過去了 怎麼可能一天拜託 張藝銘怎麼可能一天 可以啊 你有張藝銘的股神系統幫助你 一個小時就會了 你不要固執聽我的話 照股神系統交代規則去做 很快就懂了 就選到最強的股票 這就表示這個方法是最棒的 有沒有道理 來 請訂閱張藝銘的Youtube 在Youtube裡面按一個訂閱就可以了 第二個 請啊 如果你第一次看的人 請用你的LINE 搜尋好朋友 小老鼠A 這兩個都要 小老鼠也要A也要 25006999 看完Youtube 看完張藝銘的LINE 記得按個讚 Youtube也要按個讚 讓我知道你在關心我 你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大家不喜歡我就不錄 我沒有市場錄個屁啊 大家都很喜歡 很支持 我們就來錄 所以記得看完影片 在Youtube裡面按個讚 支持一下大拇指對不對 按一下 在LINE裡面按一下 表示你們對我們的肯定 我們會覺得非常開心 我想今天節目 就先進行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見 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智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